一项新的调查显示非洲裔美国人对于美国进步和种族关系的看法 在最近2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而奥巴马担任总统似乎是推动这种乐观情绪的动力 下面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尼克尔·科宁汉姆说成长在南方的乔治亚州很不容易 那是一个种族仇恨深重的时代 校园隔离和3K党组织仍然积极展示着仇恨 但是科宁汉姆说首位黑人宣誓就任总统显示出时代已经改变了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3K党活跃在我们学校 要把所有黑孩子都赶出去 我当时观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里想的是所有那些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科宁汉姆和先生维提斯都在军中服役 去年1月他们带上两个孩子一同观看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件 他是第一个我感到很骄傲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看到非洲裔美国总统 但是他面对偏见不改初衷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新调查显示 现在认为美国黑人境遇在过去五年有所改善的非洲裔美国人比2007年多了一倍 这种乐观情绪提升的幅度是1984年以来最大的 皮尤还说多数非洲裔美国人说 阿巴马当选改善了美国的种族关系 不过民权先驱朱利安·邦德表示 这不过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特定的时刻 或许你可以说我们应该在很多很多年前就能做到 但是要等待这个时刻和这个人选是需要时间的确实 这一切需要等待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需要大量的工作 奥巴马总统在国会台阶上的宣誓仪式 不仅仅是新总统任期的开始 对于克宁汉姆一家和许许多多非洲裔美国人来说 他代表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克宁汉姆一家到现在仍然对奥巴马入主白宫而激动不已 但是他们也说奥巴马的任务十分艰巨 这包括打赢阿富汗战争 保卫美国 振兴国家疲软的经济和通过健保改革法案 奥巴马将在国情咨文中陈述自己的计划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